好 带你来看到花莲理想大地A2水岸星巴克门市 三号是盛大的开幕了 作用海岸山脉与中央山脉 建筑特色与童话小镇相似 外观就像是一个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梦幻小屋 搭配洛宇松四季变化与湖面倒影 让人有种置身在童话梦幻之中的错觉 那么近日同时进行了中台小选的房台准备 理想大地A2水岸企划的经理就说 希望不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星巴克门市内部的设计 以温馨棕色街幼木色木皮 仆着的六角地砖 以及营造出森林度假屋的居家感 让顾客欣赏四周的湖光山色自然美景 A2水岸至今开幕第五天 入园人数已突破四万多人 遇到台风小犬的警示范围 业者也加强了房台的准备 到目前今天为止 其实已经突破四万多人了 那当然因为今天遇到台风 有发布陆上警报的部分 所以我们提早去做航班的停时 跟房台的相关作业 所以今天的入园人数是稍微少一些 那不过以中秋年假来讲 基本上年假的部分都已经突破三万了 那到今天累计其实已经到四万多了 我们整个园区的规划 跟未来的发展其实都有更清楚的一个了解 那也给我们更多的板溃 那我们未来不管是在做行销活动 或是整个营运的一个操作上面 当然也透过这次新发客的这个活动 我们会再做一些进进 在A2园区内也种植了许多落雨松 搭船的民众可以看见每一个角落 不同的景致 整体的设计让每一位顾客 在花莲理想门市 慢慢享受时间的推移 感受别具宁静的时光 今年来讲的话 大概是在12月到明年1月 开始落雨松慢慢变色之后 甚至到整个园区的落雨松变色 就是会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美景 那建议到时候游客可以选择 适当的时间来我们园区 观赏落雨松的美景 理想大地A2水岸园区 已成为了东部观光景点的热门地区 四季的变化都能够看见 不一样的水光三色 12月更能够看到落雨松的 秋季火红绝美景致 记者林杰授风箱采盟不到